好,謝謝,再次要謝謝我們的優文文老師 我們在現場帶來了我們的兩首非常好聽的歌曲 是的,是的,那我作為一美三文魚的代表 我也想問一問優文文 那麼今天來到蘇州看到我們現場的三文魚們這麼熱情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他們講? 有啊,非常感謝活性們感動 然後也非常感謝所有到場支持我的所有三文魚們 我都在心裡了 是,其實他們有很多話想讓我轉述給你 但是由於時差的原因我不能一一轉述 但三文魚們想要表達的是 你只需要選擇你喜歡的路堅定地走下去 他們會永遠陪伴著你 即使你說你是像刺猬一樣的優文文 我們也會永遠愛你 並且我們願意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 不聽,不信的話你聽現場的掌聲 你們願意愛上我的刺嗎? 願意! 謝謝你們 其實我覺得其實咱們粉絲朋友提到最多的 其實就是希望文文可以開開新興 每天都能夠有一個好的心情 可以健健康康 同時呢我們洪欣梅凱隆呢 好多的員工也是文文的粉絲 那所以他們也為咱們的文文準備了一份禮物 接下來我們將會有請 洪欣梅凱隆江蘇省 營發醫中心常務副總經理 李法明先生代表所有的粉絲和朋友們 給一文文送上禮物有請 謝謝 謝謝 我先把話筒給我們的李總 來,我們先跟文文和我們現場 都一起打個招呼 好,那個,大家好 第二次上台 也是第二次見到文文了 因為第一次剛才是在後台 也能見了一下 然後特別感謝今天演到而來 因為今天像您剛才說的那樣的 我們的天氣特別的熱 其實因為更多的我覺得應該是蓋不過 我們這麼多的粉絲對文文的愛 所以大家其實我們人為的也創造了很多的這個溫度 讓我們現在整個的現場變得特別的熱烈 嗯,感謝 好,那我們其實也有一些問題想要問問一問余文文啊 是的 那想問問您對蘇州的印象怎麼樣 以後會不會來蘇州開演唱會 是的 特別會,特別會 蘇州特別多好吃的 而且天氣跟你們的熱情一樣非常暖 暖透了 蘇州的美食比較多 而且今天我們大家的熱情讓您感受到了對不對 嗯 那同樣我們第二問題啊 我們 我們還沒說完 演唱會啊,演唱會肯定會有 如果有演唱會的 如果有演唱會的話蘇州戰一定是其中一戰 哦 大家很期待對不對 錯了約定了啊,大家都記得啊 所以,那咱們接下來再替粉絲們問我們第二問題 對,那我們也得知我們剛剛八月份有一首新的唱跳單曲四位啊 那我想問問,接下來有哪種類型的音樂想要挑戰一下 嗯 接下來希望還能有機會繼續走唱跳的道路啊 就是,好不容易跳起來了,就不要停下來 哎,那咱們這個也繼續支持文文,對不對 繼續喜愛文文 那同樣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比較關心的問題啊 因為今天來到咱們紅心梅凱龍 那文文平時可能出差啊,或者演出也比較多 您隨身會攜帶的一個家具用品是什麼呢? 最想戴在身上的 應該是枕頭 枕頭 主要是能戴的家具用品也不是特別多 我也想戴一張床,但是主要是戴不了 除非紅心梅凱龍,我走到哪兒都會送一張床 那今天咱們在現場,我們的這個領導也是來到了咱們舞台之上 那今天既然來了不能空著手吧,我覺得 對,李總也有禮物準備的,對吧 嗯,對 接著剛才這個文文說的幾個點 然後我覺得也特別的巧 您剛才說特別喜歡蘇州的,有很多的好吃的,蘇州也很漂亮 那也歡迎您能常來蘇州,來體驗一下蘇州的這個風土人情 所以為你代表我們紅心梅凱龍給文文準備的第一份禮物 就是我們蘇州的大閘蟹 哦,好的,謝謝,謝謝,我以為你要送我床 因為,剛才說的,要送床嗎? 好,第一個,因為剛才說是關於吃嘛,那我們就來送上我們蘇州的大閘蟹 那還有第二份的禮物,因為剛才您說的也經常出差在外,特別的辛苦 所以我們也特別感謝今天的冠名穆斯來給文文準備了第二個禮物 就是我們穆斯的這個枕頭 希望您走到哪裡都有能順一個好叫 謝謝謝謝,來這連吃飯拿的特別不好意思 因為看看應大家的這個要求,除了一個枕頭以外 我覺得我們穆斯既然今天也冠名了我們的演唱會 他也應該願意再給我們文文提供一張床墊,對不對? 謝謝,非常非常感謝 我想想這個運費要我自己出嘛 挺重的這張墊 因為咱們穆斯床墊肯定特別好了,質量上 肯定也清不了 只要您舒服就好 那這個第三個還準備了一禮物,第三個禮物 因為我們今天有兩個冠名的這個品牌 一個是穆斯,準備了枕頭和床 那另外一個還有我們的知華室頭枕沙發 那也為您準備了一個這個躺椅 所以希望你可以 挺多不輕啊這些禮物 對,希望你可以躺贏人生 哇塞,這寓意簡直了 不敢不敢不敢,我覺得還是 咱們是靠實力的 對,禮物比較多啊 稍後我們在台下,我們工作人員會 安排到位 呃,包友嘛,各位領導 哈哈 對,我們可說啦,包友 也再次感謝李總啊 也感謝我們的洪欣兵凱龍 感謝我們的穆斯,以及芝麻爾蓄 對於我們的喜愛和支持 謝謝,也請 謝謝李總,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李總,謝謝 謝謝,謝謝 也請您上座休息 那咱們接下來 即將會繼續把舞台要交給咱們的劉文老師 對,但其實這是最後一首歌了 謝謝,各位捨了嗎 不是 想多看一會兒嗎 有 好,那接下來我們還是要把舞台交還給我們的余文文 為大家帶來一首好聽的歌曲 大家是想聽刺蕾呢,還是想聽體面呢 對 對 對 哇塞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大家不要聽體面 你知道嗎 居然想聽刺蕾 但是主辦方不讓 得讓 得讓我唱體面 那咱們今天先給大家帶來一首 好 我還是唱體面,滿足滿足的 其實大家心裡面想唱體面 但是知道 其實剛剛發新歌 所以是 沒關係 唱體面 好 好的 接下來把舞台交給余文文 帶來體面 掌聲有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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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